两会召开敏感期间 北京维权作家经过台湾飞往美国得到庇护 后续将如何牵动美中在人权问题上的互动 我们将持续为您锁定报道 那么接下来要带您看到的是 两会召开北京则是笼罩在新一层的雾霾中 北京空污意外成了两会关注的焦点 不过有趣的是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回忆起童年在北京生活的经历 他竟然说在问题面前 急不得要淡定面对 习近平5号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 回忆小时候他在北京时 沙尘也很大 戴口罩骑车去上学 到学校后口罩上都是厚厚黄沙子 到了冬天加上没烟气 情况更糟了 那时候没有PM2.5 但是有PM250 这番话引起代表团的哄堂大笑 不过遭乌霾所苦的网民不认为好笑 有网民说 中东人天天吹风沙也没事 但是霾不一样 会带入致命物质到体内 反正我是不淡定 也有网友说 PM2.5可以吸到肺里去 永远都出不来 PM250颗粒大进不去 3月5号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在广东代表团讨论会上指出 大气污染比SARS更可怕 SARS可以隔离 而大气污染任凭谁都逃不掉 钟南山透露 雾霾会危害人体呼吸系统 脑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容易导致肺癌 他说再这样下去 中国肿瘤患者可能成几何级数增加 今年1月以来 雾霾天气反复肆虐中国大陆 官方曾公布 全国雾霾面积达143万平方公里 而且还在持续扩大 资料显示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 每年200多天雾霾天气 新唐人记者陈汉中原采访报道